歡迎來到廣泊訊KING AUTOS 驚雪衣 Hionde近期在歐洲市場上推出2023年式IONIQ 5 將原本為期3000瓦的電池容量加大到77.4000瓦 續航里程也增加了約57公里 另外還新增了數位車內後視鏡跟數位車側後視鏡 連避震器索尼都跟著改良 強調布景能優化操控性 還能帶來更優異的乘坐舒適性 驚雪2 福特六盒日前發表了22.5年式Focus ST LINE LOMO X4 門5門車型與Focus Active EcoBoost 182韌性版 全面升級與Focus ST同級的12.3吋全彩 液晶智慧度功能儀表版 為了回饋消費者 還限時升級E-MIRROR電子式智慧後視鏡 不過時間直到今年5月底 有興趣的要趕緊把握 驚雪3 Toyota終於發表手排版GR Supra 這款車是基於日本市場上 搭載3.0升直6渦輪引擎的RZ車型打造而來 除了更換6速手排變速箱 也針對了轉向和旋六系統改良 換上全新設計的19寸鍛造輪圈 台灣預計會在今年第四季導入喔 驚雪4 近來馬自達發表了搭載後續底盤平台 和直立六缸引擎的CX60 接下來還有三款即將發表的修理車 也會比照辦理 但說好的量產版Vision Coupe 在概念車發表5年後至今仍沒有動靜 且面臨修理車正夯的市場現況 似乎也意味著Vision Coupe 離量產已越來越遠 精神5 Tesla宣布新款Model S與Model X 將首次快閃現身台灣北中南體驗中心 消費者將有機會一揮全新設計的兩款旗艦車型 包括上次沒現身的新款Model S 以及最大馬力達1020P的Model X Plaid 將會一起現身新北台中與高雄Tesla Central體驗中心 以上的大家快速回顧本週熱門新聞 想看那些延伸報導快留言跟小便說說 更多完整報導繼續往下滑倒影片說明 就能回頓章囉 喜歡影片記得點讚還歡迎多多分享 FB IG也要Follow唷 我們下週再見啦 See you